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說我都沒發現 因為我今天 我今天沒有畫眉毛 所以就 用劉哈哲 阿當五安 洛克五安 一眼剛睡醒 有嗎 有嗎 差的是五安 今天 明娜素顏 對不起大家晚開了 我今天打算做美妝台 我今天 我今天打算做美妝台 但是不會畫很多 哈囉 欲安五安 一語成真五安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你們看得出來齁 果然眼影很重要 我們先來放點美妝 美妝台會有的音樂 出睡衣三寫真了 真的假的 我還沒看到 有個包子 剛剛正好 欸不對 我應該要開特效 我應該要開特效 而且我換了 我換了你們說的那個新夢計畫的 的特效 我看看那個新特效長怎麼樣 蛤 好醜喔 好吧 又可能是我現在很醜 一定不是特效的問題 蛤 我那時候一直在猶豫要換 要換這個還是要換 那個海洋的 我覺得海洋的應該比較好看 我不是 那是什麼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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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的好看 你們不早講 我那時候就說不知道要換什麼 你們又不跟我講 你們又不跟我講 然後現在跟我說海洋好看 為什麼不早講 為什麼你們現在才跟我說海洋的好看 我那時候問你們你們有說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得換了啦 我有問 我真的有問 我那時候就說 你們跟我說可以換 然後 你們跟我說可以換 然後我說我不知道要換什麼 所以我第二次直播的時候我就還沒換 不知道MINA喜歡哪一個 真的 這個 這個上面寫熱門 我想說熱門的應該是很好看吧 結果 好喔 就如我的第一反應一樣 我那時候還跑去很多台看 就是有沒有人有用這個特效 結果我發現都沒有看到有人用阿 所以我完全就是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有用 那四個特效其中之一 所以我完全無法決定 好吧 愛上 喔嗨喲 我頭會覺得很重嗎 坐著一個女神 不要搶走我的目光 熱門 熱門表示受害者很多 對啊 我覺得這個很 我覺得 這個叫什麼 胖丁 胖丁還比較可愛 比較喜歡胖丁耶 那我換 那麼多 星 那叫什麼 就是星 星星去換 這個要 剛剛那個要3500個星夢 才可以換 結果 那麼low 對 星夢 對 今天是素顏 素顏看得出來吧 我本來想說要不要畫個 眼影什麼的 結果 我覺得你們 只要我畫眼影 你們就會覺得我有化妝 所以我決定要真的素顏給你們看 養生會館無安 眼睛看起來不一樣 眼睛看起來不一樣 我們現在來畫眼影 我們現在來畫眼影 看起來更小 對 我就說 沒有化妝看起來我年紀會變小 我先來聽 看我們現在要聽什麼歌好啊 來聽 不知道要聽誰的歌 這樣看起來好像學生 衣服可能也有關係吧 好吧 我們來聽YUI的什麼歌好 哈囉好了 有打底沒有打底啊 我就說 我就說是素顏了 欸 等一下喔 怎麼 連不上 連不上 連不上藍牙 喔但是我跟你們講 我 我 我其實出門都 特別是夏天 我夏天其實都不太畫底妝 就是不會打底 因為 會流汗 我覺得流汗 就是 就是有粉在臉上 然後流汗很不舒服 所以我 我夏天出門的時候都 都不會 上底妝 欸特別是 因為現在要戴口罩 欸奇怪 等一下我一直連不上 重開 哈囉休者午安 好啦我要趕快畫 不然你們都認不得是誰了 拜託 為什麼 啊連上了 太棒了 因為不方便畫的時候都這樣也好 也不是不方便畫 我只是想說 因為我今天比較晚開台 音樂會不會太大聲 小聲一點好了 謝謝羊熊的新之館 我只是想說我今天已經晚開台了 如果我再 其實我再畫也不會多很久 可是想說已經 今天其實晚了十五 五分鐘開台 所以想說 就先開台 然後直播簡單化就好 這樣你們就知道差別了 其實我只打算畫眼影 跟夾睫毛而已 我完全忘記我要畫眉毛這件事情 不過沒 沒 應該沒有關係 沒關係我先 好 跟大家介紹我的 已經用到好舊了 已經用到不知道是哪個牌子的 眼影盤了 為什麼會那麼髒啊 這是跟品寒 同款 對一樣的 眼線布也畫下 對齁 我都忘記了 我都忘記了 因為其實我化妝 你們會想看嗎 因為其實我 我平常化妝就畫眼影 腮紅大概就這樣 謝謝米酒的新之貨 對啊上次沒有 畫眼線跟睫毛都沒有人發現 所以我就只打算畫眼影 告訴你們眼影的重要性 好 這個眼影盤 其實這就是Mina平常在用的 對 就是 男生應該不太懂吧 反正就是 他就是比較偏 橘色跟粉色 然後跟咖啡色的 對給你們揭秘 Mina平常的化妝 我平常都是用 這個 這是皮 有點皮膚色嗎 我就用皮膚色的跟橘色的 然後就這樣刷上去 用那麼久還這麼多 眼影其實是很難用完的耶 你們知道嗎 就是 這個是算是一個 打底 有沒有有沒有 欸還是我 我要先畫一邊嗎 你們 這樣兩邊就會變大小眼 就是 這個就是打底 有沒有就不一樣 就不會眼睛那麼泡泡 畫半邊臉 微妙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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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色的 要畫在裡面 這個是增加眼神 有沒有有沒有 平常的Mina回來了 然後 逐漸Mina畫 然後我會再用這個 也是咖啡色的 然後我會畫在我的 我的眼角 就是 這樣 看起來 就是眼睛不會那麼 縫 OK 眼影就這樣 然後會稍微打個亮 今天看要用粉色還是橘色 粉色的話 我就直接用手沾 然後 然後 點在這個上面 會眼睛比較亮的感覺 大概這樣 這樣就畫完了 對啊 畫完了 看得出來嗎 有啦不一樣 我平常直播就這樣啊 我平常直播就這樣 然後你們都沒發現我沒有 我沒有畫眼線 好快 對阿 對阿 我就說我化妝很快阿 只想說好像沒有給你們介紹過 大小眼了 大小眼了 有差那麼多嗎 謝謝蘭莉娜 剪刀石頭布 看人家畫眼線都很怕會戳到眼睛 Mina的話 我還好 我畫尾巴就好 OK 我這樣就畫完了 喔 那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可以 用一點那個粉紅色的 打亮在上面的 可以畫一點在這裡 就是 有一點 莫慘 楚楚可憐的感覺 我剛剛好像有點 不小心沾太多 應該還好 大概 大概這樣 我剛剛有點沾太多了 畫這個就有差很多耶 大概這樣 OK 那我要把另一邊畫囉 截好塗梅 before after 啊還有那個啦 睫毛 稍微 要夾睫毛嗎 可是我今天 我今天不打算刷睫毛膏耶 雖然其實夾睫毛也差很多 我要先把眼影畫完嗎 我先把眼影畫完好了 眼影 眼影 這樣隨便 所以我就說化妝真的是很快的事情 大概五分鐘解決 你看我現在就是很悠閒的跟你們講話 可是還是很 就是很方便 而且就是一天只要花 大概五分鐘 然後就可以變好看 我就覺得那幹嘛不畫啊對不對 OK就這樣隨便刷幾下 然後 然後用咖啡色 我好不專業美妝台喔 Mina試化妝很快 你們不是有看過其他成員 的化妝嗎 嗯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 亮亮的 那個 那個眼角的那個 眼角的這個真的很重要 對我來說 就是我知道為什麼你們會覺得有眼線了 因為我會 用咖啡色稍微這樣子 就是畫那個 眼角 所以你們才會覺得有眼線 你們看 這樣就有差 品寒都要畫很久 聽說他現在有變快了 聽說品寒以前要花三個小時 聽說啊 謠言我不知道 但是聽說現在 大概兩個小時 還是有更快 不知道 我 我的畫 我的畫應該最久 我大概最久半個小時耶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畫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畫什麼 我是 我化妝其實很不專業 就是 我平常化妝大概 我化妝大概10到15分鐘 如果要畫用心一點 大概半個小時 就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品寒有說過他化妝最久的步驟是在哪裡嗎 因為 我這全部畫完真的都 就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畫 我在想是不是底妝 因為其實我 我也不知道耶 而且我化妝就很隨便 底妝就是 擠在手上 然後抹在臉上 然後眼睛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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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就好了 我不用畫眉毛 還是要畫啦 對啊 欸這就是平常直播的Mina了耶 這就是平常直播的Mina了 然後你們都沒有發現我沒有眼線跟眼影 請問我的特效怎麼不見了 這特效真的是 我要胖頂 欸他是胖頂 對 眼睛比較淡耶 可能今天 欸其實用直播這樣子看沒有禁止 我不太確定 我畫出來的效果 哈囉國術 國術五安 新夢英子三千五放水流 對啊那麼貴不多用一下嗎還是用一下 好啦不然 改天再用 今天是小孩打扮 今天哪有小孩打扮 有嗎 一般般吧 謝謝熊熊的新之冠 謝謝家訓小羊的新之冠 今天感覺比上次淡一點好像更可愛一點 還是你們都比較喜歡淡一點的裝 今天這樣算淡嗎 我也不知道耶 我覺得算 其實算蠻重的 Nina 手預備 好 預備好了 好啦那等一下可以來畫個眼線還是什麼 謝謝熊熊的紅包 熊熊一次發了三包喔 為什麼可以一次發三包 謝謝熊熊 謝謝熊熊 謝謝國術的楓葉 我上次 我上次這樣直播是什麼時候 也是中午直播嗎 但是我不得不說 其實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狀態 現在的狀態已經就是平常 平常直播的Nina 就是沒有 沒有畫眼線跟睫毛的Nina 但是我覺得跟直播的光 可能有一點點關係 謝謝阿諾娜奇的LOVE 沒有眼線所以看起來有差 是嗎 可是我之前直播也沒有畫眼線 啊 手機掉下去了 眉毛嗎 我覺得有可能是眉毛還有睫毛的關係 那不然我們來夾個睫毛 我看有沒有辦法變回原本的Nina 我想知道是哪一個步驟 讓你們 就是看 看起來 覺得我有化妝 啊 今天是熊熊生日 熊熊生日快樂 謝謝熊熊 熊熊生日快樂 原來是 今天是熊熊生日 今天是 今天是 8月10日 熊熊生日快樂 這明明有化妝 張拔蠟先生 我剛剛已經化完眼影了 你才進來說我沒化妝 不是說我有化妝 氣到都語無倫次了 這集太晚竟然人家都化完了 這個 是怎樣 不是啊 我前面就 素顏就在化妝了 然後現在說 我明明就有化妝是怎樣 我就化完了 沒有 不是啊 好 算了 我不可以 你哪聲音氣到抖 對啊 我就覺得 就是很多 不是啊 你就自己 不準時進來 怪我嘍 怪我嘍 踩到線了 對不起 我很抱歉 不是嗎 你自己 你自己要 我有點不喜歡 人家那種 明知故問 明知故問的 問題 就是 就是比如說 一件事情很簡單 然後你 你只要 比如說奶奶在家裡問說 欸 我的 我的手機放哪裡啊 這手機好像還好耶 手機 有時候可能真的會忘記放哪裡 我想想 想不到更好的例子 就是 明明就是 他只要動一下 比如說 吹風機在哪裡啊 那比如說家裡放吹風機的地方 就只有 就只有 客廳 或者房間兩個地方 然後 他明明就知道 可是他不願意去看 他可能看客廳沒有 不願意去看 房間有沒有 然後就說 吹風機在哪裡啊 我就想說 你明明可以自己決定 不是 可以自己 知道的事情 然後還要問 對 我就會有點 我就會有點 不耐煩 我會覺得有點 不耐煩 雖然還是會跟他講 可是就覺得 為什麼你不自己去 為什麼不自己去 找答案 對 我不喜歡那種 不自己去找答案的感覺 這是奶奶日常嗎 是啊 他其實常常做這種事情 就可能說 幫我拿手機 我想說 就差那一步路而已 你不自己拿還要叫我拿 然後我就會拿給他 然後 這樣看他 明知顧問的例子 請問Mina的本名是什麼 這個是 這怎麼講 這個有一點 這個有一點 不是明知顧問 這個叫 這個叫眼睛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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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剛 剛剛為什麼 為什麼 等一下 奶奶在磨練我的心情 然後剛剛為什麼 我會 我會氣氣呢 是因為 有一些人 就是說 我就說我素顏 然後 我素顏 然後我今天要做美妝直播 然後他明明就已經畫好了 就是 他就已經畫得很好 我想說 蛤 這樣子還是要畫什麼 這樣子 可是我剛才前面 我就真的是素顏 然後 然後 結果還有人進來說 你明明就有畫 我就很生氣了 我就想說 我明明就素顏 你自己玩進來 怎麼可以說我 好 不假的 謝謝詹先生瘋言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雖然這兩件事好像點有點不一樣 可是綜合在一起我就會 好 沒事 錯過素顏 哈哈 請不要把素顏那段剪上網好嗎 請把那段剪掉 丟掉 不可以給別人看 哈囉 好好哥哥 謝謝小易的楓葉 正人無安 好我要夾睫毛了 告訴各位 夾睫毛的重要性 只要夾完睫毛 混濕瞬間 以為Mina有刷睫毛膏跟眼線 奶奶的例子是純粹抱怨 可是就真的不喜歡奶奶這種 就明明就 好他那個好像叫做懶惰 好像不是明知故問 謝謝玉安的掌聲鼓勵 對剛剛我本來在祝賀熊熊生日快樂 然後怎麼突然就對不起熊熊 熊熊你今天想聽什麼歌嗎 熊熊熊可以點歌 夾睫毛 睫毛不會變粗刷睫毛高達才會 為什麼芭樂 芭樂怎麼好像很了解一樣 可是說睫毛變粗也太奇怪了吧 誰會希望睫毛變粗啊 謝謝縫甲人楓葉 不是我為什麼會講夾睫毛重要性 是因為我之前直播都沒有刷睫毛膏 可是沒有人發現 而且大家還以為 我有刷睫毛膏 粗比較明顯 對啊只是明顯不明顯問題 那我現在夾給大家看 欸我覺得你們會受不了欸 還是我 還是我 我知道了我 我去拿個 我去拿個鏡子比較好嗎 我是不是應該拿個鏡子比較好 不然我對著 我對著這裡這樣講 我覺得你們會嚇到 我去找個鏡子好了 鏡子鏡子在哪裡 哪裡有鏡子啊 鏡子在哪裡 在這裡嗎 鏡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一時之間找不到鏡子 所以我用 用鍋蓋代替不要啦 我用那個粉餅的小鏡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夾的時候會翻眼皮 視野還好 可是我覺得 對著你們這樣 你們不是覺得 女生夾睫毛看起來很恐怖嗎 這樣 我怕你們嚇到 你們想看我夾嗎 還是我夾側面 你們覺得眼線比較可怕 我是可以啊 今天背景也太有生活感 沒有我今天本來打算要做吃播 可是後來就突然變成美妝播 我說變就變 女人就是瞬息萬變 我昨天去便利商店的時候 然後那個有一個店員 我去結帳的時候 然後那個店員再跟另一個店員聊天 然後他好像最近就是 跟女朋友有一點 有一點吵架吧 然後他就很無奈在那邊說 女人心海底撈 該分了嗎 然後另一個店員就回他 我覺得就分吧 然後我聽到之後就 我就覺得 我就在那邊憋笑我想說 怎麼覺得好像哪裡不對勁 我想說好像哪裡不對勁 然後後來走的時候才想到 我知道哪裡不對勁了 可惡想吃海底撈 好好笑 很好笑欸 女人心海底撈 很像我會用錯詞 我哪有啊 我哪有啊 我哪會用錯 說了說熊熊剛剛有點歌了嗎 我看我有沒有看到 今天18加1歲生日的小易 沒有 沒有 不是不是那不是 沒有 小易也是今天生日 小易跟熊熊同一天生日喔 小易也生日快樂 我剛才沒看到 我剛才去找眼 不是找眼鏡 我本來就沒戴眼鏡 我剛才去找鏡子 今天有兩個獸星 生日快樂 那我也來發個紅包好了 怎麼樣 我也來發個紅包 嗨 你們要不要 兩個獸星要不要點個歌 熊熊是運氣最佳 我沒有被超越了 被天天超越了 被天天超越了 耶 綜合麵包沒有搶到 沒關係 我把瀏海弄回來好了 雖然我今天沒有畫眉 有吧 看得出來吧 沒有畫眉 跟平常不太一樣 欸又有紅包 謝謝蘿莉郎 謝謝浩浩的Kiss Juju 熊熊要點紅安妮的歌 可以啊 我好像 欸我有唱過紅安妮的歌嗎 我知道他有一首歌叫 我喜歡你 等一下可以唱唱 熊熊是想點這首嗎 謝謝佳豪 尊情告白 小翼要點嗎 抱歉小翼剛剛沒看到 肚子吃得太大怎麼辦 運動運動 喵 謝謝熊熊 謝謝強大聲鼠鼠的Kiss Juju 謝謝夏娥 我是搶到最多的人欸 謝謝夏娥 謝謝夏娥 我是搶到最多的人欸 謝謝夏娥 我會覺得很可怕 其實我都可以 以讀不回 是誰的歌 書也是今天生日 真的還假的 沒有我是想說側面夾 然後我看鏡子這樣 看著鏡子比較好 倒立夾是什麼 對鏡頭夾你們會嚇到 如果覺得不舒服的人 就自己關掉 順手就好 那我先側面夾看看 那我先夾左邊好 其實我通常都會先夾右 345 今天沒有夾很好 再一處 夾睫毛 其實我覺得夾睫毛 是花最多時間的 因為 有時候夾不好 就會花很多時間 好 有看得出不一樣嗎 沒有夾很翹 再夾一次 其實這次睫毛夾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很習慣 因為它是上次 買 買化妝品送的 所以我平常其實不是用這隻 側面好像在做 恐怖的時候 真的嗎 你們看 欸其實有差耶 其實有差耶 難怪你們會以為 我有畫眼線 是嗎 你們看兩邊就有差了 側面看很翹 對啊 正面本來就看不太出來 睫毛可以離紙燙嗎 睫毛 其實有燙睫毛的東西 我之前有可是現在壞掉 所以我現在都沒有燙 其實即使有刷睫毛膏 正面也看不太出來 其實即使有刷睫毛膏 正面也看不太出來 小翼喜歡雞蛋的歌 好 那我 我宿命跟Pretender 我比較喜歡Pretender 燙卷的睫毛 誰會燙卷睫毛啊 睫毛燙卷是怎樣 走路都看不到了 因為睫毛 睫毛很多吧 所以眼線就感覺不會差很多 有中過睫毛 沒有 你們現在看到Mina 就是 圓 那叫什麼 媽媽肚子原裝進口 原裝進口的 是叫那個嗎 是怎麼講 原裝進口 原廠進口 不知道是什麼字 好像原裝比較對 原裝進口的 沒有 沒有 幹嘛過的 Mina 原廠狀態的 對 原廠狀態嗎 突然想不出來是什麼詞 進口 從媽媽的肚子 從媽媽的肚子出來啊 原廠鼠 對 你想要點宿命喔 好啊 可是我不會唱宿命 可以來放個宿命 從澳門進口 可是我是台灣出神 所以也不能說澳門進口 現在羅天狼剪刀石頭布 糟糕手機電量剩10% 好 那我們來聽個 宿命 衛整修 什麼日常沒充電 你說我的 我的手機嗎 對 我手機剩10% 我等一下要去充電了 那我要來 你們覺得側面看很恐怖 那我要正面夾囉 正面夾是什麼樣子啊 正面夾姐嗎 你們會不會在螢幕前覺得很痛 就這樣 好像也還好耶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恐怖 你們會覺得很痛嗎 這邊好像比較翹耶 我怎麼這邊比較翹耶 這邊怎麼好像很翹 對啊 那這邊也夾夾 是不是正面比較好夾 還是因為右手比較順 有啦有啦 OK 這就是 正面有光 對啊 這就是 很簡單的 我不用刷睫毛膏 因為刷睫毛膏 很麻煩 刷睫毛膏很麻煩 而且很難卸 而且我好像 我是不是第一次給你們看我的 我的素 素眉 我的素眉 其實我自己喜歡我左邊的眉毛耶 想給你們看我左邊的眉毛 你們看 我喜歡我這邊的眉毛 就是它比較 比較平嗎 我自己喜歡這邊的 平常直播的倉鼠回來 所以只要畫 所以只要畫眼影 眼影 跟夾睫毛 對 其實我今天只畫了眼影跟夾睫毛 就 就看起來很正常 你們想要看眼線有差多少 那我要去 拿一下眼線 可不可以再素顏化妝一次 不可能 我跟你們講只有這一次 左右有一點不一樣 眉毛嗎 眉毛一定左右兩邊會不一樣 很少會長一樣 你們要看眼線喔 啊 好好要走了 好好拜拜 我也是可以畫一下眼線 那我畫一點點 就好 其實畫眼線也是很快 沒有你們想像那麼可怕 但是我要去拿一個眼線 好 好 米娜會修雜毛嗎 會會會 我會修 就是現在的眉毛也是有修過的 如果沒有修的話 它會 它會超長的 就是這樣子 我會修 因為我毛真的算蠻多的 好 好吧 那我可以畫個眼線 平常 平常不一定會畫 先畫哪邊 眼線我都習慣先畫左邊 那我就從左邊開始畫 我就畫尾巴就好了 欸我對著 我要對著 鏡頭畫嗎 今天壽星的願望 可以希望 再有機會看到 米娜素顏嗎 你要問熊熊跟小易 但是素顏就長那樣子啊 就長那樣子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差很多 對著鏡頭拿鏡子畫 好像可以耶 喔我剛才把鏡子放回去了 我去拿眼線 然後順手把鏡子放回去了 可以再近一點 我要怎麼畫 我要怎麼畫眼線才好 我要對著鏡子還是對著你們 還是要對著 對著 對著你們拿著鏡子 對著你們拿著鏡子 太難了 對著鏡頭拿鏡子 那我要再去拿一次 我剛剛為什麼要把我的鏡子放回去了 拿中比較順手 只是拿著鏡子 拿著鏡子沒有很順手 好 那我來試試看 拿著鏡子的話 拿去拿著鏡子 拿著鏡子 你們看 這樣就完成了 我中間沒有要畫 畫尾巴就好啦 可是斷層 對 只要畫圓了 可是斷層好像有點明顯 稍微補 再補一下 這樣呢 這樣比較好 太短了 你們想要拉長一點 可以啊 差不多 這樣呢 我平常眼線大概這樣子 畫完了 很快吧 還沒看到就畫了 沒關係 還有一邊眼睛 還有一邊 難怪看不太出來 有啦 有差 你們看 就是這個啊 你們看 眼睛大小不一樣欸 是不是 低頭線就很明顯 哦 低頭就會看到那個對不對 對 張芭樂是怎樣 你是彩妝師嗎 其實平常的話 可能會再細微一點畫 可以再多畫一點 可以再多畫一點 眼尾有比較浮出來一點 浮出來是沒畫好嗎 可以再浮一點 這樣呢 這樣呢 這樣好像看起來比較順一點 這樣子 沒錯 這樣就畫完了 對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化妝很快啊 化妝就是 幾分鐘的事情 而且 就可以變得很好看 就是你們 不覺得很神奇嗎 我只要 多畫一筆 多花我十秒鐘的時間 然後 眼睛看起來就變得比較有省 那幹嘛不畫 覺得Mina可以多省一筆錢 你說省化妝品的錢嗎 我這個要跟成員說 說什麼 畫眼線的方法嗎 謝謝你的蜂蜜檸檬水 但是每個人化妝注意的地方不太一樣 手動整形 對 我覺得化妝就是很厲害的整形 網路上都有那種化妝前化妝後 像是整形一樣的人 那很厲害耶 可是要畫好久 阿澤看不出來差在哪裡 可是我畫了 那我再畫另一邊 神影奇蹟掰掰 快速化妝方法 有啊 我都 我覺得化妝快速的方法 最重要應該是 我覺得底妝不需要畫 底妝不需要畫 只要塗 就是 乳液 只要塗乳液這樣子 就好了 隔離乳 跟品涵完全是天秤的兩邊 我覺得 應該是因為品涵的藕包比較重 就是他要 自己是很完美無瑕的出現在各位面前 可是我的話就是 我比較崇尚自然 我比較崇尚自然 就是像 我想找我臉上有什麼瑕疵 比如說我這裡 我最近這裡有長了 這個是 好像是小豆吧 在這裡 還有哪裡 好像最近就這裡吧 有小豆吧 可是我不會 我不會去遮他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 人有瑕疵 在臉上是正常的 懂嗎 就是我覺得有一點瑕疵是很正常 所以我不會 追求完美無瑕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瑕疵 反而是比較自然的 我自己喜歡這種 自然的樣子 所以我 我其實不太會去遮瑕 我頂多就遮黑眼圈 沒特別說幹嘛 因為頭髮啦 因為頭髮會遮住 如果都是瑕疵 如果都是瑕疵 我也覺得不需要去遮瑕 怎麼講 都是瑕疵 可以稍微遮一點 但是我覺得 如果臉上很多豆吧 還是什麼瑕疵 比較該做的事情是 養好自己的身體 就是不要熬夜啊 然後還有多吃維他命C的水果 多喝水 就是我覺得 我比較注重 就是身體整個的保養 對 謝謝寶寶在新吃飯 我覺得整個身體的保養比較重要 而不是去用化妝品摺 所以 我自己比較 覺得 健康飲食是比較重要的 全死角是什麼 晚睡真的是皮膚殺手 對 我最近也在調整我的那個 生理時鐘 欸然後我 手機快要沒電了 我好像要去哪個 我好像要去哪個充電器 我去哪個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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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子掉了 什麼跟畫畫一樣太平順 反而乖乖 什麼什麼跟畫畫一樣 化妝呢 長得醜的是不是都是瑕疵 當然不是啊 而且我覺得一個人的美醜 一個人的美醜 是自己定義的 就是可能 也許外界會有一些 所謂的大眾審美 覺得哪些俊男美女 應該長什麼樣子 但是自己的美醜 是自己定義的啊 你覺得自己 另一邊還沒畫很不平衡 對嘛漢漢看得出來 那我現在先左臉直播 我現在講那種雞湯的話好像很 很不適合就是那種側臉講 很沒有誠意 好那我先把它畫完 我再繼續講 反正畫很快10秒鐘而已 等一下我怕我畫完 就忘記我講到哪裡了 好我要畫這邊了 好畫好了 平衡了嗎 好看 好像可以再出一點 好完美 前面那邊比較重 好像可以再補一點 我看到了 這樣呢這樣呢 這樣好這樣就好了 恩 完美 感覺眼線筆很好寫字 可是眼線筆很貴耶 一隻 一隻要200塊吧 拿來寫太浪費了啦 眼影會讓眼睛變大嗎 眼影 我不知道怎麼講 你們看覺得呢 我覺得眼影是 精神嗎 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阿仁武安 我覺得眼線是會看起來比較有神 然後眼影的話 也是有神 不一樣 對 眼影是把輪廓加上 欸你們很會講耶 你們還說自己是指南 根本就很會形容 Mina沒有畫下眼線的情況 現在沒有人在畫下眼線阿 下眼線是那種 二三十年前的流行 現在沒有人在畫下眼線 然後氣色的話應該是腮紅啦 欸我的腮紅怎麼都不見了 Mina現在沒畫腮紅都直接用 直接開特效了有沒有 直接有腮紅 謝謝梳的 Kiss Juju 這樣就完成了 超快吧 韓國男偶像愛畫 但女生畫有點怪怪的 特效比較快 其實腮紅也更快啊 你們看 因為眼睛其實是化妝裡面最花時間 因為眼神很重要 他底妝腮紅這種都很輕鬆 腮紅就刷兩下就好了 不用五秒鐘 超快的 不知道放哪裡 哈囉瓜瓜 午安 沈腮紅直接開特效 讚讚 下眼線變視覺式 下眼線 日系偶像哪有在畫下眼線 風格有點突兀吧 剛剛有說那個 剛剛有一個人問一個問題 他是說 長得很醜代表都是瑕疵嗎 當然不是啊 當然不是啊 我就說 美醜是個人定義的 你自己覺得自己長得好看 那你就是好看啊 你要自己有自信 你才會覺得過得開心 你不要 就是不需要在意別人說什麼 就是所謂大眾什麼 雖然我自己對自己也 也不是那麼有自信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 優點在哪裡嗎 我知道自己長得不是屬於 美的那一型 但是至少我長得像倉鼠 至少我在倉鼠界 至少我在倉鼠界 是安世奈美會啊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就是美醜 自己 自己可以定義吧 我的美不是通俗的那種美 是倉鼠界的美 每次都本來就很抽象 對啊 所以不要覺得自己 不要覺得自己很難看 雖然 而且 又不是說 像蘇剛剛說 又醜又黑 首先 醜不是 不是你定義的 不是 你的醜 到底是誰定義的 你自己覺得自己不醜 就可以 自己的心態要調整 然後 黑的話 有些人就喜歡黑的啊 又不是白就是好看 對吧 不是通俗的美 是倉鼠的美 YES 這個雙關很可以 謝謝文凱 新之冠 受眾的問題 就是這怎麼樣的人 都會有人喜歡的呢 謝謝文凱 新之冠 謝謝文凱 只是說 長得好看的人 可能會很多人喜歡 那你 長得不是通俗的好看的人 就要找到 懂得欣賞你的美的那個人 他就會喜歡你 蘿莉娜要去忙 蘿莉娜要去忙 假怒特務啊 因為會想比較吧 其實我也覺得 就是在 在這個人類社會裡面 人類社會 老鼠聊人類社會啊 就是 免不了大家很愛比較 而且感覺特別是台灣 台灣的教育嗎 華人的教育 就是很容易比較 像我媽媽小時候也常常會講 因為你看鄰居的小孩 怎麼樣怎麼樣 你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其實很多事情 這是自己沒有辦法控制的啊 像我小時候 就會被爸爸媽媽說 你看人家那個小孩才 幾歲 他已經那麼成熟了 然後你看你那麼大了 講話還喵喵喵 真的我媽媽是這樣 他都說我講話喵喵喵 我是講人話好不好 我才沒有喵喵喵 媽媽會不會打電話來 他可怕了 反正 對啊 但是這個 就我不能控制 你也想要你爸是李嘉誠 李嘉誠是誰 媽媽聽不懂長鼠 對啊媽媽都在惡意模仿我 好 李嘉誠是手腹 哦跟手腹不熟 媽媽會模仿我 媽媽模仿我就是 喵喵喵這樣子 然後我模仿媽媽的話是 我模仿媽媽的話會想要講 小媽媽這樣子 因為我媽媽都 她叫我小媽媽的時候就是 沒好事,也不一定啦 就是 我之前有說過吧,因為我很像家裡的 第二個媽媽,因為我媽媽就是 我媽媽其實 個性跟我有點像,就是那種 團妻 她在我們家也是常被欺負 就是 很好嗆的那種 然後呆呆的 就是個性,我不知道啦 這是進化版的Mina嗎 反正媽媽就是呆呆的 怎麼都還施工了,可惡好吵喔 反正媽媽就是呆呆的 然後有時候就會 小媽媽 要不要幹嘛 就是要拜託我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小媽媽幫忙去 出門買個 雞蛋,小媽媽最棒 小媽媽出門買 幫我買個蛋好不好 好,這樣子 媽媽的尊嚴在今天沒了 不是,我媽媽的個性 就真的這樣子啊 其實有這樣的媽媽很好耶 很可愛啊 團妻屬性是遺傳,有 我覺得我被遺傳了 媽媽自己的聲音也是這樣子 好不好 她平常 她平常 平常只是尖而已 可是叫我小媽媽的時候就會 小媽媽 這種拉長音 媽媽會不會也忘記 是誰 不會,媽媽生氣的時候就會叫我 喊知一 我算到三 一 二 三 感覺是同樣屬性 對 我跟媽媽真的蠻像的 那我們的差別就是 媽媽很喜歡吃飯,我不喜歡 我真的很不喜歡吃飯 前天有跟爸爸打電話嗎?沒有耶 我只有傳訊息跟爸爸說 父親節快樂 一二三四五 媽媽指導五 我真的被打死了 如果聲音那麼可愛的話 感覺小孩不太會怕 沒有 怎麼講 就是媽媽叫我全名的時候 聲音會變低 就是 盤知一 這種這種這種 有沒有有沒有 就是會變低 所以就知道事情大條了 所以就知道事情大條了 事情大條啊 我是不是要來 趕快唱一下熊熊點的歌 熊熊點的歌 熊熊點的歌是 完蛋了 我倉鼠腦忘記了 熊熊點的歌我想一下 叫什麼啊 紅安妮的我想起來了 紅安妮的我想起來了 安妮 叫安妮的唱歌怎麼都那麼好聽 記憶力跟化妝一樣很快 以後變成Mina特有的那個 春 這叫什麼這是春珍嗎 好像也不算 謝謝 謝謝答答答答是念答答嗎 答答卡的許願品 哈那筆哈那筆哈那筆五安 我們來看看 桶安妮 今天也是凌凌的生日耶 這麼多人都跟凌凌同一天生日 我想到我以前的好閨蜜 我的國小的好閨蜜 小黑也是8月10日生日耶 我會記得的 你們是我的好閨蜜 紅安妮 那我來唱我喜歡你 其實黃襯衫男孩也很好聽 我先看一下有沒有歌詞 你們會不會覺得那師公好吵喔 欸很異吉他也有cover這首歌 找到歌詞了 這個師公有點討厭 謝謝Dada卡的花之金出來 謝謝 好抱歉 沒有因為我在找底下的留言 那師公好大聲喔怎麼辦 明確在裝潢不知道應該吧 現在沒聲音了 因為他這樣會干擾我 沒關係我要唱唱 祝小翼還有熊熊生日快樂 8月10日生日快樂 很棒的獅子寶寶 好 這是以來自於熊熊點播的 紅安妮的 我喜歡你 我也喜歡你們 好啊 我想說的話有很多可是我不太會講 也許用唱的會更容易 還能當作禮物送給你 我只是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因为你会替我高兴 偶尔会为我哭泣 因为你从来不假装 因为你拥有真心 因为你是真的关心 不是可逃的回应 我喜欢你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勇哥5啊 谢谢Akira的love 还有太空的love 很舒服的一首歌 谢谢综合喵喵 还有熊熊的love I love you 谢谢首千啊贾鲁特 我只是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都是很简单的原因 因为你会替我高兴 偶尔会为我哭泣 因为你从来不假装 因为你拥有真心 因为你是真的关心 不是可逃的回应 我喜欢你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都是很简单的原因 鸡尾包无碍 谢谢唇的应援棒 想说的话有很多 可是我不太会讲 也许用唱的会更容易 还能当作礼物 送送给你 希望这个礼物 想想会喜欢 小一点的 因为是男生的歌吧 所以男生歌我平常不会特别练 谢谢家豪 还有谢谢贾鲁特 可以再来唱一首红安妮的歌 他的歌都好好听哦 黄衬衫男孩也很好听 世界这么有趣 男男一直伤心也很好听 都是很舒服的歌 要唱哪首好 黄衬衫是比较 比较怎么样 比较开心 开心的歌 这首歌 我喜欢你 希望大家喜欢 红安妮的歌很棒 我们可以再来一首 黄衬衫男孩 黄衬衫男孩 应该是 黄衬衫男孩 男的男的男的男 黄衬衫男孩 又有麥當勞的廣告了啦 看一下有沒有歌詞 這首的留言好意外的少 找到歌詞了 現在剛好穿黃的 不會是我的生日梯吧 輕鬆的歌 他穿著黃衫衫 剪著貧瀏海 小小的眼睛 好像一臉無奈 樣子好可愛 我就上前去大山 嘿 做個朋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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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哼著歌好輕快 我忙著打牌 溫柔的聲音 聽著好有美麗 樣子好自在 我就閉上眼聆聽 他就牽起我的手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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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啦啦生活不就是要這樣笑咪咪 太多擔心 鼓起眼淚 讓自己又轉一口氣 有什麼不對誰來拼拼力 來啦啦生活不就是要生自己的意 不要後悔自願自意 大膽突破自己捨得去 有什麼驚喜 圓圓圓 這首好久沒聽了 我剛剛有點小唱錯了 謝謝張先生的音樂棒 聽著好有美麗 樣子好自在 我就閉上眼聆聽 他就勸起我的聲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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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啦 來啦啦生活不就是要這樣笑咪咪 太多擔心 鼓起眼淚 讓我自己又再一口氣 有什麼不對誰來拼拼力 來啦啦生活不就是要算自己願意 不要後悔自認自意 大膽突破自己捨捨得去 有什麼驚喜 耶 怎麼沒有耶騙我 小小的眼睛好像一臉無奈 樣子好可愛 我就上前去大神 嘿做個朋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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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買這個給我好嗎 好嗎 帶我去玩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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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的歌 謝謝Akira的帶你去流浪 我們要流浪到淡水了 老爛到淡水 謝謝富偉哥的剪刀 還要唱什麼歌 還要唱什麼歌 皮膚蛋哥算我會喜歡 但我不會唱的小伊德烏起 可能只能當今天的baking 流浪到淡水先不要畫風轉變太劇烈了 我看一下喔 話說今天在這波本來是想煮吃的 對我還沒有吃飯 我本來想說今天要弄個蛋餅 還是我們現在來弄蛋餅 你們想看我煮飯嗎 那我今天就放 那我今天就放 都放蝦雞蛋的歌好了 因為其實剛剛沒有很餓 好啊 那來放蝦雞蛋 的歌 蝦雞蛋 好啊 以為煮完了還沒啦 今天有吃早餐沒有 沒有 今天有點小睡過頭 所以剛剛開台才沖沖滿滿的 今天因為家裡沒有早餐 所以我想說就做蛋餅 然後因為我最近啊 最近有點就是 我到現在還在對吐司巨怕 就是只吃土的時候 他會有點不太想吃 等等有重要的工作 不想上班 工作加油 不過我會唱的耶 沒關係 TK大哥我都只有聽耶 我不會唱 什麼有陰影 是沒有陰影啦 可是最近有點就是不想 可以不想 可以不吃 可是 吐司就不吃 而且其實昨天也吃了 吃了蠻多吐司的 可以試試日射雞蛋三明治 可是重點就是三明治 它畢竟也是吐司 我真的每天都在吃吐司 昨天也吃吐司 前天好像也是吐司 今天不想吃吐司 我忘記 我忘記 我忘記拿油下來了耶 這樣子可以 家裡有奶油 用奶油煎蛋餅 感覺有點奢侈 用奶油煎蛋餅 會不會太奢侈 還是這個不沾鍋其實不會沾呢 我不知道耶 還是這個不沾鍋其實不會沾呢 我不知道耶 不然加一點奶油感覺會很香 那用奶油好了 Goodbye 不會唱我只會唱Goodbye 蛋餅乾煎也可以 是喔 應該不會黏吧 沒有放油 那我先來熱個鍋 奶油煎蛋餅感覺很香 那我去拿個奶 奶油 我們需要的材料有 奶油 雞蛋 還有蛋餅皮 還有起司 那我最喜歡吃的就是 就是起司蛋餅了 有點太多東西了 這裡有點擠 因為這裡不是平常煮飯的地方 奶油 奶油我拿 好 這裡目前 沒有刀子要去拿刀子 我看一下 有麵的話可以拿奶油加黑胡椒來炒 你說像 像鐵板麵那種嗎 羊熊想被煎 我很OK啊 羊熊欠煎是不是 好 我要下奶油了 等一下喔 欸 奶油黏住了 它不下來 ちょっと待って 料理粉絲 一把一個好方式 先 等奶油融化 第一次看到有人坐著做飯 因為沒辦法啊 直播 奶油 融化我們的奶油 感覺好香喔 感覺好香喔 不愧是奶油 那我們要加蛋囉 我一時找不到要放哪裏 先放喔 反正先放這等下再清 加入蛋餅皮 大廚都坐著 牌子都要剛剛準備好了 這片怎麼已經裂掉了 等一下如果蛋餅不好看 不是米娜的問題喔 是它本來就裂掉了 裂掉的草子比較好 很香 蛋殼可以給你吃嗎 是怎樣 連偶像的蛋殼都要 冰太久乾裂了 我看一下 是嗎 會嗎 還是我有碰 有壓到 裂的包到裡面就看不出來 我都隨便包 有可能耶 這蛋餅皮真的 放滿久了 只剩最後一遍而已 先把它丟回 丟回冷凍庫 嘿 好可以翻面了 用蛋餅煎 為什麼它 不是用蛋餅煎 用奶油煎 我今天感覺好像 整個變得熱量很高的感覺 然後還要再加起司 我的天啊 這餐熱量會不會破表啊 雖然應該是奶油也沒有加很多 再煎塊豬排加菜 今天這餐很豐富喔 起司是我個人超愛的 因為是老鼠吧 然後把揍的地方包起來 看怎麼把它們包進去 看怎麼把它們包進去 其實可以關火了 好 好 感覺用奶油煎的蛋餅 比較 比較濕潤一點 不想吃吐司的心情能激發料理前面 結果之後開始做各種吐司料理 OK這樣就完成了 很快吧 反正沒吃早餐 所以一次吃兩餐 熱量也還好 完成 然後把它裝盤 我就自己在家吃 我就不去切了 我就直接啃可以嗎 你們不會介意吧 油奶油看起來超級肥的 它還超油的 完成 對不起家裡沒有更好的盤子 化妝快煮飯也快 其實我真的 我之前有說過我很不喜歡去 不喜歡去早餐店買早餐 因為我覺得早上出門很麻煩 就是 就是剛睡醒的樣子被別人看到有點害羞 所以我一直都自己做早餐 真的很油耶 我看到它的奶油都在這裡 我要開動喔 可是這樣感覺好像沒有很脆 你看它軟趴趴的 那我要直接吃喔 魚絲蛋餅 開動 吃早餐店離家裡也很遠 對就有一點點麻煩 奶奶怎麼可能會買 所以我都自己做 那自己做的話 自己做的話又不想要花太多成本在早餐上面 所以就導致很常吃吐司 邋遢到徹底讓別人認不出來 不行我沒有辦法接受自己很邋遢的出門耶 Mina要直接咬不切一下嗎 我在家我都直接咬耶 因為切的話 早餐店他們不是會有那種很像鐵板的那個 可以直接切 可是家裡的話用刀 用刀的話很麻煩 還是你們覺得我要切一下 我要切也是可以啦 要切嗎 那我切一下 沒有番茄醬不行 可是其實我覺得起司蛋餅啊 切的缺點就是我手會弄到油油的 所以剛剛跟翔說不要切 番茄醬的話是 我剛剛講什麼 我覺得起司蛋餅 因為起司本身就算是一種 因為它融化之後就很像醬那樣子 液體的狀態 所以 起司蛋餅 我喜歡起司蛋餅的原因是 因為它可以不用再加醬 很純粹 感覺Mina平常就會直接咬 對阿 我覺得切的話你看 就會弄到刀上面都沾著起司 我很不喜歡這樣 而且好燙喔 沒有辦法切好它 我的天阿 切了變成一團糟 因為你們看切了那個起司就流出來了 我現在只有對切了耶 可是它的起司就爆出來了 料會閃開 對啊已經爆出來了啦 可惡 以後不切了 切搞得我什麼 都是油 而且其實 你看浪費 黏在盤子上 好浪費喔 茄子 對不起各位沒關係 我會把盤子上的也吃乾淨 不要浪費 為什麼吃蛋餅要切 茄子吃蛋餅一定要切是不是 不然不吃這樣 還是因為早餐店都有切 所以覺得沒有很奇怪 我要把起司不要浪費 把它 會不會看起來很髒 不要浪費 有我把它弄乾淨了 我把掉出來的起司都弄上去了 那我要開動囉 我不知道你們在家吃蛋餅也會切嗎 外面的會切只是因為方便裝盒子吧 超香 我感覺用奶油煎喔 看起來特別黃嗎 是我錯覺的 大家煎的不會 對 我以為覺得我不喜歡把蛋餅切開 包一堆料才會切 喔對啊 如果包很多料的話 切過比較方便路口 可是這個只有起司的話 對啊 我是不太吃下去 對啊我現在才吃飯 甜都又變麻油飯了 直接吃有春捲感 蛋餅真的是很好吃耶 湯薯薯薯蛋餅只有兩個字 幸福 先喝酒 我沿到什麼了 又是起司嗎 我沿到起司了 嗯 很少煎完 通常可以馬上又吃走 通常在直播 都會講很多話 可是今天前面已經講很多話了 草寶哥無安 幹嘛洗熱哭嘛現在才來 一來就亂靠白 我喜歡你都唱完了 哈囉 哈囉 對超喜歡這種 的起司 很好吃 蛋餅包死底皮 什麼意思 我心心說無安 如果蛋餅吃完我就管子多 我一邊吃一邊拆全好了 你最拆一點就可以慢慢拆完 好 請都哭馬亂告白 那麼晚才來 蛋餅都吃完一半了啦 好 好吃 好吃 應該是最上班了 好吃 好吃 從我吃完 他吃完了 其實這餅餅是最淡的 這次吃好快 有嗎 我想說大家都去上班了 我要趕快關台 不然大家還在等我吃完 外面一直有鳥叫 真的很正常 至少不是烏鴉 我常常去找他們的烏鴉吵醒 烏鴉一大小在我們家外面 不知道在幹嘛 我桌 桌那個屋頂啊 我可以自己做起司粉漿蛋餅 起司粉漿蛋餅是什麼 你說外面的皮是起司的嗎 想到這如果五兆睡完回來一看 因為Mina還在吃 早上烏鴉叫也太觸眉頭了 我也覺得 超可怕的 他是直接停在我們家窗 我們家的紗窗喔 紗窗 你就看我們家紗窗 然後烏鴉的腳 就直接在我們家紗窗上面 然後在那邊 不知道鬼叫什麼 超可怕 我一直很怕他把我們家紗窗 弄破衝進來 而且一大早就看到烏鴉 就覺得 完蛋了 今天一定會很 運氣不好 因為我那天都不出門 我就不敢出門 我就很怕我自己出門 會遇到什麼意外 烏鴉是天使的使者 對好像 在台灣來說 烏鴉是不太吉利對不對 可是好像在別的國家 烏鴉是好的象徵 日本嗎 日本烏鴉是吉利的 吃嗎 烏鴉會幫白雪公主曬衣服 有嗎 有這劇情嗎 為什麼不知道 烏鴉在日本是吉利的 所以是在台灣而已吧 台灣人就覺得烏鴉黑黑了 黑媽媽的不吉利 烏鴉很大隻 烏鴉平常對烏鴉沒什麼概念 可是當你 你要想我家就這麼點大 然後他在我家沙床外面 感覺隨時要把沙床弄 而且沙床其實鳥的嘴巴 啄幾下就破了吧 很恐怖耶 烏鴉會記仇喔 可是還好我沒有對他怎麼樣 烏鴉記仇是怎麼樣 就是如果我看到烏鴉 然後我就很壞 我拿石頭去丟他 然後他下次就會拿石頭丟我 還是他下次就會灼我之類的 烏鴉 他記憶力很好可以跟他打招呼 真的嗎 他會記得我嗎 不是可是重點是我那時候真的很怕 他很怕那個烏鴉會桌破我家的沙窗進來 跟他講話他不會理我吧 如果是鸚鵡我可能會 烏鴉寫好了 困困是喝過嗎 你們不要講那恐怖的話 烏鴉看我一次追一次 不要我不想認識烏鴉 我會怕 烏鴉會聽得懂人話 烏鴉太神了吧 阿起來是烏鴉專家嗎 還是你家有養烏鴉 謝謝三天的Kiss Juju 姊姊早上不會怎麼樣嗎 姊姊早上怎麼樣 什麼意思 你們有看過烏鴉的講解 不知道我有興趣要找來看看 我也想跟烏鴉溝通耶 因為我家這邊很多烏鴉 最後的兩口我要吃完了 烏鴉喝水的故事 有點忘記了 梅頭娘 吃完了 餵烏鴉然後烏鴉會給很多禮物 烏鴉吃什麼呀 開天眼好噁心喔 那什麼東西 烏鴉會給我什麼禮物 negó 烏鷺怎麼都吃 那它吃倉府的顏外嗎 烏鴉國 謝謝茄子的掌聲鼓勵 阿倫舞昂 烏鴨會掉發亮的東西給我 電燈泡之類的嗎 我家電燈泡最近燒掉了 烏鴨可以交一個給我嗎 我只是臉強 會把我吃到剩骨頭是不是 好可怕 那我不要跟烏鴨當好朋友了 好可怕喔 不喜歡烏鴨 那我要想念今天的排名了 今天的13名是尼哥謝謝尼哥 12名是佳豪謝謝佳豪 第11名是茄子謝謝茄子 第10名富偉哥謝謝富偉哥 第9名是尊尊謝謝尊尊 第8名是太空謝謝太空 第7名是夏娥謝謝夏娥 第6名是大大卡謝謝大大卡 謝謝大大卡 第5名是熊熊謝謝熊熊 第4名是阿基拉謝謝阿基拉 還沒咬完不好意思 第3名是土獅吉謝謝土獅吉 第2名是想睡覺謝謝想睡覺 第1名是蘿莉郎謝謝蘿莉郎 第1名是蘿莉郎 謝謝大家 我要把我的猜拳猜到300勝 然後關台 我看一下我現在 我現在295 再贏無償就可以了 怎麼還是選295 他是不會即時更新是不是 我剛剛明明就有贏很多 他都沒有更新耶 烏鴉跟Mina都不挑食 誰像烏鴉 那個黑媽媽的東西 我那麼白 他變成301場了 超過整數了啦 不開心 我想要300 真電狂 你整數扣 昆昆幹嘛 哼 哼 算了 沒有300就算了啦 好啦 那今天直播到這裡了 大家 下一次直播 下一次直播是什麼時候 下一次直播是什麼時候 是星期三 星期三嗎 我鬧脾氣 我沒有鬧脾氣 你是小孩 我不是小孩子 啊星期三是5點 那大家禮拜三見了喔 大家掰掰 熊熊跟小遺生日快樂 大家掰掰 下午上班加油 星期一加油 星星掰掰 太宝哥掰掰 Kate Bye Bye 本王 Bye Bye 真人 Bye Bye 憨憨 Bye Bye 傑夫 Bye Bye 茄子 Bye Bye 孝賢 Bye Bye 祝 Bye Bye 三先生 Bye Bye 君宜 Bye Bye 家好 Bye Bye 雷萌 Bye Bye 手指上還有氣質 被發現了是掉 給你吃 給你吃 阿桑 Bye Bye 大家掰掰 我要找個可愛的子 這樣 掰掰